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來發言之前 我在我們請願接待是 在接待八大宗教團體 還有的代表以及 全國學生會的 學生家長會的一些代表 同性婚姻的事情 你們今天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他們特地到立法院來陳情 同運團體推動的畫面 我是看了驚心動魄 非常的可怕 他要把這個夫妻啊 改成配偶 也就是要打破一夫一妻子 然後把這個男女是拿掉的 變成一個同志的收養 甚至呢 這個結婚啊 同性結婚可以人壽交 可以什麼交 我們都看不清楚啦 我看了我真的很可怕 他的畫面啊 我是看了 他真的是在推動這種工作 我說我沒有反對你同性戀啊 我也尊重你同性戀啊 我反對的是說 你今天這個同性戀 同性婚姻裡面 過當的一個去修法 因為你這樣的一個修法 會造成了我們這個千百年來 家庭倫常的一個輪喪 還有我們的價值觀整個崩潰 社會的價值觀崩潰 今天這個油美女委員 跟鄭力軍兩位委員 分別提出同性婚姻 跟多元成家這個草案 我們尊重委員的提案權 我現在點出一個 現實面的一個問題 在目前這個倫理價值觀念 仍然普遍存在的之下 對於多元成家 這些制度啊 我們台灣真的準備好了嗎 多元成家相關的法案 如果通過我們撼動的是 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 家庭結構跟倫理的觀念 我想我們的立法委員 在我們的國會殿堂發言 必須要直接在一個正確的資訊上面 我們今天在審的是 同志的婚姻的平權 不是多元成家的法案 所以在錯誤的訊息之下 所謂的發言裡面有所偏誤 我們主席必須在這裡更正 第一個呢關於同性 今天我們要審的是 同性婚姻平權 跟這個所謂的多元成家無關 多元成家還沒有連署到 我們的立法院來 第二個 所謂的同志婚姻平權 仍然是尊重 就是在所謂的一夫一妻的 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只希望把我們目前的婚姻制度 能夠包容同志 能夠讓他們的婚姻能夠合法化 那他們所謂的人壽交等等 這些都是污衊同志的一些的言行 我們希望說作為立法委員 必須要建構在一個正確的資訊之下 作為發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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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